西汉出力 清瑶伯父改变了贫弱的国力 汉武继位 北极匈奴开创华夏盛世 西汉对武力和战力的高度推崇 使他成为了历史上 疆域最辽阔的朝代之一 而能够决定国家战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就是武器 在规模庞大的魏央工 一期工程建设中 就有专门存放武器的建筑设施 它就是武库 那么武库的位置有何特别之处 它又体现了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呢 刘邦责令萧和建造魏央工常乐工 魏央工一期工程郡工 就有许多重要的建筑设施 比如说咱们耳熟能详的 东雀 北雀 有钱殿 有武库 有泰仓 那咱们就来聊一聊武库 泰仓 这里头啊 咱们先说这个武库 这个武库啊就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例子 咱们知道秦国有一个王 就是秦桧文王 说秦桧文王 您可能不太熟悉 如果要说这是芈月传里 芈八子他老公 也就是芈月他老公 那您就熟悉了 秦桧文王他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 这个人叫初礼吉 这个初礼吉和甘茂一起 都是他重要的臣子 一个是右丞相 一个是左丞相 这两个人对秦国的功成裂地 兼并战争 立有大功 但是啊 好玩的是 就是公元前三百年 这个初礼吉在弥留之际 他就说了一句特别神奇的话 他说百年后就有王公夹着我的墓葬 这个话呀就一语成谶 长乐宫 魏央宫 正好就在初礼吉的墓两边 这个就让初礼吉说中了 所以历朝历代就特别神化这个初礼吉 认为初礼吉是初礼先师 但是今天咱们来看啊 这个说法很可能是汉代人的附会 因为汉代人看到了长乐宫 魏央宫 正好在初礼吉之墓的两边 所以他做了这么一个推测 把它倒推到一百年前 这个很典型是附会之局 那么这个故事啊 咱们就说到了这个武库 这个武库就是当时在初礼吉墓 这个位置的一个建筑 武库是什么东西 武库就是兵器库 是整个长安城的兵器库 这个兵器库啊到汉会帝时期 管它叫做陵金内府 是国家很重要的设施 而这个兵器库 这个武库 有令有成 也就是负负责人 归执金吾所下 管的是当时整个京城的治安 统领北军 当然得有兵器 而且这个兵器还有它的制造车间 这里头就有很多故事可讲 其实历朝历代啊 统治者对兵器都是非常重视的 比如说咱们知道秦始皇干过一件事情 收天下之兵 筑为金人十二 把天下的兵 也就是兵器 都缩罗到一起 铸造了十二个金人 这个金就是金属了 这个金也有可能是青铜 总之铸造了十二个金人 这个金人个头应当都不小 但是后来这金人去哪了呢 有很大争议 有人说就是在董卓那个时代 被董卓给融化掉了 这都有可能 但是今天不敢确论 所以咱们看啊 当时贾仪写过秦论的时候 你看老百姓用的都是什么呀 用的都是锄头 都是农具来砌 结干而起 有什么用什么 但是那个兵人已经收到了秦始皇的金人那里 那么汉王朝也很掌控这个兵器 尤其是对国家兵器的制造 非常的严格 那么咱们知道有一个著名的故事 发生在一个名人身上 这个人就是周雅夫 这个人是汉王朝的功臣 平定七国之乱有大功 但是这个人啊 后来鞠公子 屡屡 让汉景帝很生气 后来干了一件很不该干的事情 就是这个周雅夫的儿子 背着他父亲 管当时这个朝廷的作坊 定了五百套甲盾 这个时候 这个事情是周雅夫一无所知的 但是啊 这个甲盾不是说用来造反 而是用来给父亲拜年后 当作殉葬品 这个事情啊 就传到了汉景帝耳朵里头 汉景帝勃然大怒 于是啊 汉景帝就责承官吏 去负责这件事情 查清楚 看看周雅夫是否有谋逆之心 但是周雅夫啊 全然不知道这件事情 在官吏面前 居然对答不出来 所以汉景帝更加恼火 说我不用你了 这个时候 就要治周雅夫的嘴 这个事件咱们能推测呀 就是在当时 有非常严格的 这个朝廷的兵器制造作坊 而且形成官方的产业链 为当时军需部门服务 这是肯定的 而有非常严格的纪律 一般的贵族是不能用 不能插手的 周雅夫就犯了这个计 今天啊 咱们考古学家 对这个魏阳宫遗址 进行了仔细的清理研究 后来就发掘了这个武库 武库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它分了七个库 而这个库临次致比 里边有大量的兵器还存在 这个兵器 咱们看 有青铜兵器 也有铁器 咱们有常识就知道 到了战国以后 铁器愈发普及 但是 青铜器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尤其是在兵器上 还有大量青铜兵器 青铜刀 青铜锚 青铜剑等等 咱们在这个武库之中 看到的就是 青铜兵器和铁器兵用 而且这个武库之中 出土的文物 就包括汉代的武朱 一直到往往时候 使用的货币 那就说明 它用到了两汉之交 这个历史 在两汉之交就结束了